台股一片绿油油 受到美国股市大跌影响 台股也撑不住 开盘不到一分钟就跌超过200点 跌到9616.16点 来到一年半新低 面临9600点保卫战 主要因为苹果的脸部辨识功能 开发商不看好明年展望 再加上美元升值 以及全球贸易优率 持续发酵影响 冲击大盘 和苹果相关的大力光 盘中一度来到2920元 跌幅超过4% 可乘开盘就跌到了245元 跌幅达6% 台积电也跌了2.8% 台积电也跌了2.8% 但不止台股受到美股冲击 雅股今天全倒 日股早盘大跌超过700点 跌幅超过3% 韩股跌幅也达2% 不过短线只要不跌破9600点大关 还是有机会震荡走高